大家好,我名叫李盛德 哈囉,我是Desmond 我們在海底已經學了大概差不多三年了 兩年半到三年了 是,有三年了吧 我們學到的東西其實非常多 對啦,是蠻多的 因為從一開始不會怎麼用唱歌的技巧之類的 後續就是因為有老師教了之後 我們就會比較懂得運用一些歌唱技巧 還是怎麼做我媽媽之類的這些東西啦 對,然後我是一個不會唱歌的人 所以來到海底呢 我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你會間接發現到 如果你真的去努力的話 你會進步很多 然後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出去的話去唱KTV的話 你學了很多的話 你會發現到他們會認為說 你唱歌有很多的進步 也對啦,就是從一開始你還不會用很多不同的技巧嘛 然後後續就是你學了之後 你就會比較會詮釋一些比較多元化的歌曲吧 所以可能人家就會覺得 怎麼突然間你去學過後好像有一點進展 然後就會做一點分享 然後在海底這麼久以來 其實陸陸續續我們就學了大概三年多的時候 後續就有時候海底會有一些推廣的活動 還是有一些促銷的活動 就是有需要我們到外頭去做一些表演之類的 的一些 performance啦 然後就會去外頭 然後去碰碰面 然後認識一些人 然後也有上台的一些 累積一些上台的經驗啦 還有機會 所以其實也蠻不錯的 對 嗯 還有呢 沒有啊 就其實一直陸續續以來都一直在學啊 然後我覺得這種 然後唱歌的東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啦 然後就慢慢學慢慢學習 然後就 就累積了不同 每一次學習的時候就會累積不同的經驗 然後用於就是在唱歌上面更好的表達跟發揮 你呢 等一下然後 然後 呃 在課上的時候 我們 我們 呃 起初是學了什麼呢 先開始學什麼發聲啦 發聲 然後 scaling 對 然後什麼warm up 然後之類 就一些比較正規的 正規的就是 就是聲樂 或者是在流行音樂都會用到的一些發聲的部位啦 之類的 就是 就是讓你開始去懂得怎麼運用自己的聲線 然後去了解 比較 比較了解自己的聲音啦 對 我是覺得我在第一年的時候 在 beginning class的時候 你是在認識自己 呃 就意思說 認識自己的聲音 你要知道哪一首歌適合你 哪一首歌不適合你 然後從那些適合你的歌詮釋 把你自己把那些適合你的歌唱更好 我是覺得是這樣 對 那是當然初級班的時候會比較注重一些東西啊 當然你到了 到中級班 還有到了比較高 到好像我們現在在高級班的時候 就會學一些 就是比較細膩的東西 就是可能怎麼去詮釋那首歌曲 然後感情部分要怎麼去運用 然後 這首歌裡頭 在講 在敘述的什麼東西 都要不要去了解 就是初級班的時候 可能不會 不會懂得那麼多啦 就是可能那時老師還是在 在試著幫我們找到自己唱歌的方向 嗯 對喔 嗯 And performance呢 Performance就是 也經驗比較多吧 就是其實在選歌方面很重要啊 就是如果你們看選秀節目的時候 大家都說 避短陽長嘛 就是你要選一首歌 比較適合自己去唱的 不可以太安全 不可以太 不可以太 誇張式的表演啦 就是 中規中矩其實也不錯 所以在Performance就是 就是 就累積一些經驗去選歌啊 去練習 有時候就是 因為在Performance 我們會有多餘的課 就是多餘的一些課 讓我們回來 就做練習 然後老師再去 嘗試改正還是 還是去修改一下 看我們唱得怎麼樣 嗯 然後在 所以在表演當天才不會出那麼多差錯啦 嗯 然後呢 其實 總的來講啦 在海底學了音樂 其實學了蠻多 對自己蠻有益處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方法 唱歌的方法啦 還有一些 懂得比較多 就是關於唱歌之類的東西啦 你呢 我覺得這三年來我學到的東西真的是非常多 因為 呃 我們 在 我在學唱 唱歌之前呢 覺得 只要能唱到非常高 非常 呃 有爆發力的話 就算非常會唱歌 可是慢慢 你學會唱歌的時候 開始學唱歌的時候 你會認為說 呃 有些人不一定要說 他唱得非常高 或者非常有爆發力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怎麼去感動人家 我覺得 學唱歌最重要的點就是這樣 就是要能 不管什麼歌 只要你能感動 人家的話 我覺得 你就是 呃 一個好 學會 會唱歌的人 對 同意 好啦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學音樂的話 記得來 還給森林報文明一下 掰掰 掰掰 掰掰